眼前的这一幕练功画面属实震撼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残酷的练武方式 只见功夫女孩双手双脚被绑竖装肩 拼尽全力撑拉双脚苦练腿功 这是一种韧力弹力很强的牛筋 练出来的腿筋更有爆发力 只是练武过程非常痛苦 用长绳悬吊腿脚练正踢腿 这是练腿功的另一种方式 要求挺胸直腰两臂挺身 少林功夫里叫朝天等 还可以练后踢腿撩腿 这招是戳脚武术里鸳鸯脚逼练的基本功 引体向上是练手臂之力 但功夫女孩又在脚上加装了水桶 动作难度超乎想象 而且同时做负重空中劈叉 就问这样的练功方式还有谁 她手上拿的是千锹 传让她由砖而走 练的是脚的力道和身体平衡 要求把全身力量贯注于一点 仅靠两个脚尖点滴而行 练法上与自然门武术里的典型功类似 这是腿功的最后一步 练灵敏和反应素 鸡蛋用绳选吊 放置于圆环背 然后用各种腿法踢击 手眼身法不得到全面提升 随后换成大的瓷冠 模拟武术实战时的击打 看这个正踢 力道威猛 还有侧踢 功力深厚 后聊踢 招式漂亮 行云流水 还有侧手翻前手翻踢 攻击力也是不可小看 那么这样练出的腿功有杀伤力吗 可以用于武术实战吗 我们再来看一段他腿脚的实战 后聊踢 结横体擦 地面扳腿翻 乌龙脚柱 都是躲闪 这个前手翻踢用得很好 这是礼盒腿接斩身影 腰后聊腿 这都能打到 外白腿踢的真够 最后一刀中踢腿 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把人像踢刺官一样踢薄 谁说女子不如来 看这功夫女孩的眼神 满满的都是杀气啊 不过他笑的时候又挺像一位明星 那么有谁知道这位功夫高手的名字吗 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